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每一个坝块都可以依靠自身的重力来保证稳定性 不夸张地说是真正的铜墙铁地 就是小当量的核武器也奈何不了它 中国建三峡大坝前曾进行七次核武轰炸大坝模拟实验 抵御核弹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据计算 要想有效损伤大坝坝体 需要至少300吨炸弹攻击 而且这300吨弹药必须精确攻击同一个位置 并确保摧毁坝体和水下机座 三峡大坝即使被核武器击中后也不会垮坝 也无非就是相当于在大坝上打开了一个关不上口的大闸门 并不会对下游产生太大的洪水威胁 除了三峡大坝本身扛打击能力过硬之外 我国在其周围地区不属有严密的防控体系 负责保护三峡大坝的防空作战人员和武器装备的基本工作 是以三峡大坝为原心 从里到外按陆军防空部队 空军防空部队 空军航空兵循序进行疏散配置 第一是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解放军新型反导系统完全可以保护三峡坝区 在防空体系中 我国部署有相控阵雷达 高空探测雷达 以及各种电子战系统 设置有三道防空网 分别有远程红7-9 中程红7-10 红7-16 以及近程防空导弹构成 第二是大气层内的立体拦截体系 单副该层防御的主要力量是各型地对空导弹 单兵对空导弹 各型高射炮和高射机枪 以及解放军各型作战飞机 三峡大坝地处中国内陆 任何兵力武器 要想突破中国多层次密不透风的立体防御体系 偷袭三峡大坝都属于白日做梦 至于人被坚扛的常规小炸弹 对极端坚固的三峡大坝只能是隔靴脑影 就算是以美军超强的军事实力 除非他们想玉石俱焚 否则也只能是纸上堂钉 中国是世界五大核国家中 唯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同时也是一个不信邪不惹事的国家 谁敢动我们的三峡大坝 无以于开启核战争 相信没有人会喜欢牵收中国的东风快递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 订阅戎马军师分享更多精彩军事故事 再见